我們上禮拜已經介紹完十科後 這一禮拜就要進入到第十章 化學氣象成績 新移 之前有已經介紹過的主要是新移 化學氣象成績代表 氣象就代表成績的潛區物recurse 是起的 然後呢 所謂化學就是它的前期是用化學反應來形成鋪墨 它的鋪墨的產生是用化學反應 所以就是在今天的表面上附著移動 然後形成化學反應後 變成固態的鋪墨 那CVD呢 絕大部分 大部分的CVD 很多是拿來澄清界鏈子 也就是絕圓層 但實際上呢 在現在的半導體技術裡面呢 無論是金屬 或者是絕圓層 甚至半導體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CVD來成績 CVD是被動的非常廣泛的一種成績方法 相較於PVD 物理氣象成績 物理氣象成績之前介紹過 主要有兩種 一種叫做建筒 一種叫針入 PVD 物理氣象成績是什麼叫做建筒 就是靠 什麼呢 離子去通緝法材表面 把 你要讀的材料呢 從法材撞擊出來 然後附著到金片表面 只叫建筒 罷了 那針入就是利用加熱 讓它蒸發起來給你一個針氣 然後針氣揮發上去之後呢 沉積在我們的金片表面 這叫針度 那基本上PVD呢 現在絕大部分都只用在金屬材料 PVD 目前大部分都只用在金屬材料 在沒有在的世界裡面 而絕圓層基本上都是使用PVD 都是使用CVD 絕圓層都是使用CVD 所以絕大部分的帶來群都是使用CVD來成績 那還有一種呢 沉積的方式除了PVD CVD 還有這個叫做Spin Toning Spin Toning的話 Spin Toning它的做法其實就像是光組 就像光組一樣 是先將你的材料 利用有機物化學溶劑溶解在一體裡面 然後呢 再像徒步光組一樣 路到金屬表面旋轉 均勻分布後 再加著蒸發那些溶劑 然後只留下固態鏈質 那這個呢 現在比較 基本上只有光組在用 在PVD 裡面這種做法不常見 反而是其他的 其他物在鏈子可能有用到的 不過金屬的物件比較是幾乎可以用到這個 那 薄墨的成績最care的是什麼呢 最care的感覺 第一個是 我們在眼衝的時候 在薄墨成績下鏈的時候 一般薄墨在成績的時候 晶圓基本上已經不是一個平坦的表面 通常上面已經有圖案 有圖案代表什麼呢 有高高低低的形狀 那 在形狀跟形狀之間呢 就會有孔隙 有空洞 尤其像 ERSRI 原件做的很小 圖案化很小的情況下 孔洞的間隙也很小 那薄墨在成績的時候 就希望薄墨可以填充進去 填充進去 不要留下孔洞 並且那個 填充進去之後呢 希望最後的表面要是 CPT的目的 它的主要好像是這兩個 那 傳統接電子浮墨呢 基本上 接電子浮墨我們最常遇到的 就是 SIO 路 整個薄案裡面 最常見到的圈層就是 SIO 路 而 SIO 路要出現 有兩種辦法 在加位置程中講過 SIO 路可以利用熱氧化 熱氧化成長浮墨 這個生長就代表什麼呢 你會消耗掉你自己的洗漆板 陽原子跑到洗漆板的時候 會跟性 氧化 變成氧化性 如果後來的氧 會這樣呢 融進二氧化性 然後復活散到下面的洗漆表面 再去學氧化 所以呢 二氧化性的原材料 是從洗漆板來的 一樣是外圍的 所以一邊氧化一邊會消耗 洗漆板裡面的性 那這種叫做成長 生長 也會用到自己 洗漆板表面的材料 那還有什麼沉積 沉積是什麼呢 不論是吸跟氧 都是從外面來的 不會消耗掉你的洗漆板 那換言之 我要沉積二氧化性 下面要不要洗 不一定要洗 我下面就是石頭都可以 我下面是玻璃也可以 我下面是可以 其他任何種材料 只要看氧化的溫度都可以 因為它 因為它的生成 完全不需要用到 漆板的材料 所以 薄膜的成績 跟薄膜的生長 是一樣的 生長代表什麼呢 如果不用到 底庫的機場 成績是這個薄膜的原材料 都是外回來的 不會用到 下面的 機場 這就是成長跟成績 很大的差別 因為整個洗漆板 這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都出來 後面的情況下 我們要沉積二氧化性 如果通常下面看到的材料 都不停不再仔細 而且 二氧化性 如果熱成長的話 溫度太高 大約到八九百個以上 那基本上現在 冥而三次的都 只要低溫化的製程 熱成長的缺點就是溫度太高 但優點是高溫長出來的品質 而成績出來的品質沒有高溫 成績出來的品質沒有高溫 一般的話 你機場成績 成績二氧化性 大約都過在七八百度左右 可是你用成長的 只高達到一千度以上的話 花了很多會比 六七八百度左右 成績算是過的品質 所謂的品質就是什麼呢 主要是會不會結合 第一個 二氧化性代表一個新配二兩兩 這叫做化學積量 那你在成績的時候呢 每個細枝碰到兩兩不一定 第二個是結構 結構的主張 就是元素跟元素之間 間諜的角度 和間諜的長度 這些都會平常到所謂的品質 那二氧化性這個界限值呢 主要是用在什麼呢 多層金屬連接線中的 隔絕層 affirmation layer 因為電子元電子 就是將很多的電子元電子 製作出來之後 要用金屬連接線的短度 而金屬連接線 跟連接線 彼此之間隔開來 靠的就是絕層 二氧化性的絕層 那除此之外呢 在NOTSPARE的時候呢 為了形成所謂的 低參雜的LTE 會用到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MOSPARE MOSPARE的參打形狀 早期的MOSPARE 是GATE 下面就是SOUL DRAP 下面就是SOUL DRAP 但是這個做法 一個缺點是什麼 早期的SOUL DRAP 這個很深 就是N區很深 那代表什麼呢 它側向過散也會很嚴重 那它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NOSPARE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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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地方是落在那裡 落在江泉的地方 PEN的界面出是 橫向電廠最強的地方 而這個橫向電廠最強的地方呢 會引發什麼呢 會引發所謂的 肉宅子的 ARTERIAL 音量來檢選 碰撞有力 因為橫向電廠太強了 導致宅子在移動的時候 電子在移動的過程中呢 會發生很高的碰撞 高的碰撞 高的碰撞就會將金額撞壞掉 原件會劣化掉 那為了降低這個效果怎麼辦呢 我們要教降低這邊的橫向電廠 可是電壓是不定的 假設你的電壓沒有下降 你要如果降低橫向電廠呢 要不然就是把濃度打個代替 但是濃度一打代替呢 整個電子就會升到 因為半導體的電阻值 跟它餐廠很多有關 SOFT的地方呢 我們不希望它的餐廠濃度濃的話 就是希望它的阻值要降低 電流才會大 所以我們不希望這樣 整個N- 怎麼辦呢 我們就只希望 我們可以做到 SOFT的Junction 只有一部分是 只有一部分是N- 那後面才是N- 代表我們最高一通道 連側的濃度淡一點 讓橫向電廠下降 而旁邊那台是高濃度的載值 讓電子下降 左右兩邊的高濃度 是為了電子不能開刀 而前面這裡要變成N- 這個要是要降低Junction的 PN Junction的接應電廠 為了降低電廠 所以這個就稱之為 Lightly Doe的SOFT 簡稱LT 清殘雜的SOFT 為了改善程度 但是清殘雜的SOFT 怎麼做呢 清殘雜的SOFT 是怎麼做到的 基本上它是這樣子 清殘雜的SOFT 是怎麼達到這種製程呢 它其實就是分兩次的名字固執 怎樣兩次的名字固執呢 我們GATE 形成之後 GATE 形成之後 我可以先把一個清殘雜 先把N- 打進去 這就是代表N- 然後呢 我再乘機乘絕緣成 乘機乘絕緣成 乘機乘絕緣成之後呢 然後呢 回時車 乾式時車下來 我先不講過 這樣的做法就會導致什麼呢 後部這裡吃美了 這裡吃美了 但是側地 還會有 SRF留下 這個 這個設定 這個就稱之為 SIDE SPACER 就稱之為SIDE SPACER 然後呢 這個間隙地吃出來之後呢 這時候可以再打第二次的離子複製 這次的離子複製就可以打N- N-PAS N-PAS 所以在打的過程中 被間隙地遮住的地方 離子複製就打不進去 旁邊如果他露出來之後 他就打進來 所以就會再打出 第二次的N-PAS出來 N-PAS出來 N-PAS出來 然後最後再來是熱退火 最後的受罪 最後的受罪 行動就會長這個樣子 行動會長這個樣子 受罪 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變成這樣 所以就會形成了一個LED 那他就需要絕圓層 把離子複製大的位置 藉由這個SPACER 你可以控制這個SPACER 多大的 N-PAS都打得遠一點 這個SPACER再一點 這個N-PAS就會打得近一點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 絕圓層呢 不太清楚連接線之間的隔絕之外 側臂充間層 就是SPACER 可以都來打N-PAS 那還有是什麼呢 鈍化電鍵層代表什麼 當你怎麼原件做完之後 你要把它保護起來 也是不覺得是能把這個 原件封住 或是把整個電路給封起來 覆蓋 用來隔絕什麼呢 隔絕外面的污染源 用來隔絕外面的污染源 還可以免受濕氣跟運動瓶子的化學損傷之類的 好 就是保護層啊 有些做完之後 需要保護層 保護層 好 絕圓層有TIE多的功能了 這地方就不一定先講了 絕圓層有非常多的功能 好 這些都是他的功能 好 大家可以各自自己去看 好 這只是他的用途 只是他在之前那些玻璃巴做的一大堆 告訴你 他有什麼用途 他有什麼用途 但我們重點是 他的成績過程是什麼 來 這裡就是MOSPAC 一個CMOS的 一個補面吸附 你看 一個皮晶圓上面呢 有累積層 累積層就是為了 怎樣呢 確保品質好 你的Slink的金格是好的 然後呢 要做 同時要做PMOS NMOS 你就需要有一區 全部大層是P的濃度 一區全部大層是N的濃度 在N的位置裡面 可以做PMOSPAC 在P的位置裡面 也可以做NMOSPAC 好 可以做NMOSPAC 然後呢 第一層原件 或是都做完了之後呢 會有第一層附帶層 第一層附帶層 改一帶上去之後 要記得開金屬連接線 把它躺開 金屬冠進來之後呢 接著再封第二層絕緣層 第二層絕緣層 不管之後 再繼續打PMOSPAC 一層一層的拉出來 每一層 每一層金屬跟一層金屬之間呢 都會有絕緣層合開 這個絕緣層可以合開 下層金屬跟上層金屬 一個絕緣層 這樣 然後 等原件全部做完之後呢 又會有一個鈍化層 這個鈍化層呢 這個鈍化層就是把整個零件封住 還有一個鈍化層 鈍化層是機械硬體比較好 就是你去磨它 不過它比較能夠耐的阻光 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呢 很多地方都有絕緣層 STI自己本身這裡就有絕緣層 前輩講過好幾次了 需要選擇還有Cellation把動詞出來之後呢 要填進絕緣層進去 就要把二氧化層給填進去 然後MOSPEC的SIMO SPACER的側面呢 也會有R3 然後呢 封住元件的R3 還有MATAL跟MATAL不同層金屬之間 也有絕緣層 以及最後封裝起來之前也有絕緣層 整個電路封住 處處都有絕緣層的需要 那現在來介紹一下 這個 每一層金屬跟一層金屬之間 隔絕這個絕緣層呢 可以有兩個名字 叫做ILD或是IND 名詞不重要 只能告訴你 一般我在講ILD 講ILD 指的都是絕緣層 什麼絕緣層呢 所謂的ILD 指的是 InterLate Diage InterLate就是層跟層之間的界限層 英文非常齊吧 ILD就是InterLate Diage 那ILD是什麼呢 InterLate Diage 其實它意思都是差不多 只是一個叫做層跟層 一個叫做金層跟金層之間 其實都是廢話 都是廢話 就是一個 就是一層絕緣層 用來隔絕每一層跟一層之間 只是在後段的製程當中 每一層都是一個金層層 那隔絕金層層跟金層層的 要我們就叫它ILD 要我們就叫它IDEND 都可以 不重要 不重要 基本上呢 界限層可以有非常多層 那這裡是一個 一個舉例啊 所以至少會有個層層還是什麼層 這些都是不重要的 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電路 因為遠近會需要不同的層數 這個數字便有什麼 你會看到像這裡 遠近刷最下面 可是它需要很多的金層直線線 只要你的電路連接線越複雜 你可能就需要越多的層 你就像有人說 你就像有人說 如果下面每個電梯體跟電梯體 每個電路跟電路之間 就要有很多個層次 而你每個層次跟層次之間 你又要有連接線可以到達它的話 你就需要很多高速的路 從某一個園件 到另外一個區的園件 就需要在某個層裡面 建立短路通道 而另外一層 又會有另外一個短路通道 所以你的電路 如果設計得很複雜 線路很複雜 你如果要在其層裡面 完成出了通道 那就很容易造成 某些金屬導電 跟金屬導線會 不小心短路道 但是你不想要 跟它短路道怎麼辦 你就只好在不同的金屬層 去做連接線 比如說 舉個例子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假設今天有一個反向型 我就舉個最基本的例子 一個反向型 這是一個反向型 然後反向型的動作 會接很多的 在前面的所謂的 Ring oscillator 正當期 就是這樣 要欠好情 要欠好情 結果呢 這裡的OPER 要跟這裡的OPER短路 這裡要跟這裡短路 那假設我今天電路一你媽媽的 我要在做短路的時候呢 就想要看這個反向型 不要 這反向型的確定不好 我用一個電子學的一個例子 例子 我用一個例子來講 插洞放大器 今天要做一個四級的插洞放大器 然後呢 我有INPUT 這裡是我的INPUT 然後呢 我這裡有OPER 這裡有OPER 這個OPER要接到下一級的插洞放大器 舉例 然後下一頁有一個電流進去 這樣子 你看 我光是在畫這個金屬呢 連接線的時候 譬如說這裡要接過來 這裡要接過來 兩邊的BASS 要接一個金屬 各自拿過來當個面積 兩邊的OPER要接到下一級的 而這兩邊呢 這個你的collect 又好像接在配金屬 如果今天你 今天每一個都是一個圓件 都是一個不利的圓件嘛 接著我要開始做金屬的圓件線 比如說這裡的金屬 要跟這裡的結束拉開起來 這裡的金屬都拉開起來 可是這裡繼續要再提拉一條 去拉到下一個的BASS 這裡要拉一條到下一個BASS 而這兩邊就可能要往上 繼續拉到 拉到電源 VCC 那請問 我連在畫的時候 都可能會碰碰它 故意要畫一個詩意圖說什麼呢 沒有短路 對吧 那個畫電路 就這樣 連接線過去 然後這裡有一條狼線 你就要說沒有短路 就要再畫 代表我沒有短路 對不對 大部分電路 你們看到上面的金屬 金屬導線 或是畫那個線 你媽媽的都很多這種跳線 有沒有 可是呢 今天你能夠把所有的 原件在這個平面做完之後 所有的原件可以 每個機子在拉的時候 它可以完全跳過去嗎 你就想 在金屬電路製造的過程中 怎麼能夠拿到這裡跳過來 請問 這裡是一條電路 一條導線 這裡是另外一條導線 如果他們兩個導線都在一個平面上面 那是不是短路了 所以怎麼辦 只好呢 第二層金屬做這條線 然後第三層才做這條線 那因為這個在二樓 這個才三樓 那他們兩個就 所謂沒有短路在一起 就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很多 很多金屬層 因為你的原件做得很密密麻麻的時候 你在做金屬連接線 導線的時候呢 你在電路上面他們是沒有短路的 可是在二圍的平面上面 很多金屬導線在二圍的平面上面 都是互相交錯的 可是實際上他們 彼此有沒有碰到的短路 是沒有的 那在 機體電路製造過程中 如何實現這種 平面上看起來好像會Overlay的 但實際上不短路呢 就是想辦法讓不同的金屬走不同的樓層 不同的金屬走不同的樓層 但這樣子金屬跟金屬之間就不會短路 連接線跟連接線之間都不會短路 所以呢 就需要這種所謂的 Internetal layer 就是剛才講的IRD 每個絕對就要合開 每個層金屬跟每層金屬之間 要合開來 好 這是一種概念 而這當時也告訴大家 我們就是使用化學性向成績 來完成這件事情 所謂的化學性向成績是什麼呢 Vaporin的最選擇的是 我是利用氣態的原材料 它都要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嚴格說起來 是一個利用其他的化學原材料 在晶圓表面產生化學反應 這裡很重要 我的化學反應是要在晶圓表面產生喔 不是在空氣中產生喔 原材料是氣體嘛 沖進這個槍底的時候 我們是要等它 不如在晶圓表面才會產生反應 如果你在槍底的孔氣中 就產生反應呢 它就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微粒污染 就產生固態的微粒污染 就產生固態的微粒污染 所以重點是 其他的化學原材料 是在晶圓表面 才產生化學反應 並且形成一個固態的孤常物 但是固態孤常物就會變成 形成一個活活生 那其他的其他的孤常物呢 所以我們就會從晶圓表面離開 只留下有莫苦 這樣子 這張表列出了我們比較常見 使用新一代神經的幾個材料 半導體基本上 基本上目前配合30分鐘的半導體 主要就是兩個材料 一個就是屎 一個就是Germanian 在45nm的時候呢 有了C整 英特在65nm就開始用 指定的九倍面 不過在此之前呢 會呈這些半導體主要都是C 那C分量中一種是累積的 一種是雜極的 一種是雜極的多清系 使用Gate 在Rossberg的Gate 用的多清系 那只要是C的話呢 看的來源大部分都是C碗 或者是什麼呢 像是3DC碗之類 就是碗類 什麼呢 SizeLate NikeSizeLate 跟這種就是 是細氯 氫的氯氫化合物 Size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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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電子呢 外乎分為什麼呢 R-Size Nike R-SizeLate 一界R-SizeLate 之間的 R-C-Nike R-SizeLate R-SizeLate Nike R-SizeLate R-SizeLate 就是SizeLate 就是二氧化系 殘的蛋 那還有什麼 Low-K 是什麼呢 這些Low-K呢 這時候大家要知道 一般我們講的 二氧化系 它的相對的界線長度 是3.9 比3.9 這個材料高的絕程 我們稱之為 High-K 比3.9的界線長度 還要低的絕程 就稱之為 Low-K 而 Nike Nike 它的 K字大約是 7.5 左右 所以Nike 本身就是 High-K 代表什麼呢 代表二氧化系 只要參了蛋 它的K字就會變高 所以R-SizeLate 也算是一種High-K 純的二氧化系 只有3.9 純的蛋化系 是7.5 那R-SizeLate 就是連結 3.9到7.5 大約落在 4點多左右 那如果K字比3.9還要低 什麼材料可以比3.9還要低 什麼材料可以比3.9還要低 一個就是空氣 空氣的相對接種程度只有D 那可以有一種材料叫做空氣嗎 不是 應該是這樣講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 花了挺好的二氧化系 我的接種材料叫做 K字比3.9 可是如果結果的成績 一出來這個葡墨呢 裡面很多恐怖 或者是結構跟結構之間很鬆散 結構跟結構之間 低的送散就代表什麼呢 裡面的二氧化系的 原子數量更多 那就代表什麼呢 孔系比較多 越送散的話 K字就會越低 這是第一個 因為空氣的絕 接著長數是一碼 那它有什麼呢 参合進去 参合進去 SIOF 参合進去會讓K字下降 所以一般來講 要嘛就是裡面含氛 要嘛就是什麼呢 要嘛就是它的結構很鬆散的二氧化系 結構很鬆散的二氧化系呢 它的K字也會比較低 那既然是介電池 你要有氏 要有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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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霧的系的來源呢 基本上跟多晶系的 跟沉浸系的來源一樣 都是夾腕 大部分用到夾腕 不太會用到氮化霧 因為用到氮化霧的話 系跟青的間接還很多 但是系跟綠的間接 比系跟青的間接還更強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是 系跟綠的間接的 原材料的話 你要讓它製成裂結的話 你需要能量比較高 你需要的溫度也會比較高 因為你要靠溫度去捏激它的間接 所以一般呢 二氧化系都不會用到 西域貓 通常是使用加腕 那咬的腕又有什麼 可以用O2 也可以用N2O 它有一個就是Tios Tios有什麼四乙一樣機 Tios本身自己就是二氧化霧 就是系氧化霧 系氧化霧 那RC那腿帶怎麼來呢 帶可以從N2來 也可以從N3來 所以如果今天你猜的氣體 是只有夾彎 蛋氣跟N3 四個出彎的種子 也是蛋化系 可是如果你是什麼呢 如果是3NN加 N2O或加的5 出彎的就是二氧化系 用GIL是二氧化系 而如果你掺的氣體 是二氧化系的氣體 但是又配上了N2跟N3的話 它就會讓你 沉浸出來的二氧化系裡面 還會掺藏著蛋的皮膚進去 那就變成了阿紫奈川 S2O 除了這些之外呢 接著來講金屬 金屬目前看到為 只用到CBD的 主要其實只有這三種材料 烏 湯神霧 因為六佛化霧之起 六佛化霧之起 所以可以用烏的話可以用CBD 那當然它的氣泡霧也可以 你只要六佛化霧 然後再加上彩類 加上氫氣 也可以形成WSI度 那還有一種就是 碳或是氮化霧 這一個也可以用CBD 那最後一個是銅 只是下一個大部分就是 什麼電鍍呢 比較少用CBD 都是用電鍍 通常會吸一整薄薄的中子層 然後再電鍍上去 就是先代表面有分薄熱的頭 然後接著再去用電鍍法 再來沉積更多的頭 接著來講CBD整個的流程 CBD整個反應的過程是怎樣的 首先第一個 你也有準備一個槍體 正通常這個槍體會 在低壓的反應上操作 所以會有一個抽真空的防部 要在低氣壓反應操作 在低氣壓的反應下 你先將這個原材料 它是氣質的 通進這個槍體裡面 通進這個反應槍體 反應器 通進去之後呢 原材料就開始擴散了 然後並且呢 怎樣呢 通到晶片表面 它就開始到這槍體 然後產生擴散 然後最後呢 附載在晶片表面 附載在晶片表面之後呢 它要吸附在表面 它要先吸附在表面 跑到擴散到表面 吸附之後呢 然後接著因為你會有溫度 基本上你的槍體沒有溫度 所以吸附的原材料呢 在氣氧表面的情況下 它就會開始產生一動 因為有熱 有熱它就會有動的 會移動 然後在運動的過程中呢 原材料跟原材料 原材料A 原材料B 碰到之後呢 就開始產生化學反應 那化學反應呢 就會產生什麼呢 固體的不產物 固體的產物出來 就會開始形成薄膜 然後薄膜 如果一開始自己想在了Random的成績 Random出現這個薄膜 就會產生一個金核 就是浮膜要成長 就是要從最小開始 每一地方都開始有Random的 成核狀態出現之後呢 接著就沿著這個成核的狀態 慢慢的向上 慢慢這樣子細 其他原材料過來 慢慢變成一個連續的浮膜 所以它會先產生金核 每一個金核再形成一個導狀物 然後硬對的導狀物最後結合 就變成一個連續的浮膜 這個就是整個CVD中的浮膜成長的過程 它可能的話 一個槍裡 當氣體噴進來的時候 氣體噴進來的時候呢 這個氣體呢 就會直到這個晶片表面擴散過來 擴散下來之後呢 因為大家講過它是抽吸壓 然後有在抵壓操作 所以呢 噴噴下來 其實大部分的氣體都這樣子 被真空幫助給吸動 只有少部分的氣體 可以擴散到晶片表面上面來 那其餘的東西 全部都會抽出 離開整個反應下面 那被吹到晶片表面的原材料呢 就會開始這樣子 氣體原材料吸入在晶片表面 然後材料在晶片表面移動 移動的過程中 誒 原材料跟原材料之間接觸到了 碰到之後 開始很像化學反應 因為它們還是氣體分子 氣體分子不到之後 才能化學反應 形成一個 晶合 也就是一個活目的最基本的粒子 然後呢 在很多地方都形成很多的粒子之後呢 這些粒子就慢慢開始的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然後慢慢慢慢變成一個倒裝 比較大一顆 一顆變到比較大一顆 那一堆一大一顆 就會慢慢的開始成長 成長過之後 變成長過 邊Merge 然後最後就會形成一個連續的木木 就變成這樣子 最後就變成一個連續的木木 所以你會看到 人材料吸入到晶片表面 然後在晶圓表面移動 移動的過程中呢 會在表面跟其他的原材料 產生化學反應 產生化學反應 就會形成導狀的木木 然後導狀的木木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其他的原材料吸入下來 就會移動產生 然後就會讓這個 導狀的木木越來越大變 越來越大變 然後最後導狀跟導狀之間 會連接在一起 變成一個更大的平面的木木 最後從木木覆蓋這個表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材料先擴散 整個氣流的擴散 的邊界層 因為你在清潔的時候 會有個氣流再帶過去 你在衝生中的時候 氣流再流動 然後呢 氣流碰到 基板表面的時候呢 很重要的是吸附並移動 所以原材料需要有吸附的動作 而且還會移動 然後在移動的過程中呢 原材料在表面 在基板上表面移動的能力 就是表面牽引力 這表面牽引力 是吸附的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參數 很重要的參數 表面牽引力高 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原材料吸附在表面 它比較容易移動 那表面牽引力低就代表什麼呢 我一吸不到表面之後呢 我就不太會移動 我的移動比較反賣 那 這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最後的 填充的力 就跟這個有關 填充的力 跟震的有關 跟這個有關 那 我看一下後面 你們大家有沒有知道 你看一下後面 後面會知道 等一下就會知道 所以 剛剛講過 整個過程中 原材料吸附到基原表面 它在基原表面開始移動 而跟另外一個原材料的表面移動 最大後可能的話 就開始形成波波 所以波波形成的位置跟什麼有關呢 跟你原材料的表面的移動有關 如果今天你的表面的材料 原材料 如果它只動不到另外一邊去 那另外一邊根本就不會有波波的形成 因為這個原材料可以到達的地方 才會形成波波 所以表面切一律很重要的可能 原材料能夠到達的地方 它才若可能形成波波 所以波波的形成是 原材料在基原表面發生化學反應 可是原材料在發生化學反應之前 它要先吸附跟移動 所以原材料移動到達的地方 自然就不會有波波產生了 所以我們一看一片基原表面的波波 到底也會覆蓋到全部呢 最重要的就是原材料的移動 所造成的表面切一律 表面切一律要越高越好 那產生化學反應之後 就會形成金河 金河在成長成為導狀物 導狀物呢 在成長跟其他導狀物 merge在一起結合 就會變成原區不破 那 CDD呢 基本上 一般的槍力可以分成三大位 第一個叫長壓制 這個很少見 目前不太會在長壓制中 絕大部分都在增氣壓制中 ABCDD就是一大氣壓的CDD 基本上這個很少 很少在用 只有某些實驗室會使用 例如說什麼大氣電降 一般我這個很少在業界看到 業界基本上不太會用 ABCDD 因為它品質沒有吃下去 絕大部分看到都是在DR造作 LBCD跟PG都是DR造作 不同的是PCD還有電降方 我們在電降 店家的方便也講到過 同樣都是CVD 但Basma的好處是什麼呢 它可以在更低溫的環境下 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傳統的叫做LBCD 而PECD是不是LBCD 也是啊 這邊的店家可能也需要抽成功 也是要再抵押 只是PECD這種溫度 會比沒有店家的溫度還會更低 因為LBCD要發生化學的名義 剛剛講過CVD的氣質是什麼 原材料侵在表面 移動後遇到產生化學反應 可是產生化學反應需要能量 傳統的LBCD是要用熱的 來產生化學反應 但是電降呢 可以靠這個自由氣 就可以產生化學反應 它只需要溫度就可以低很多 所以LBCD跟PECD的差別在有沒有電降 結果就是怎樣呢 它們需要溫度就好 那長壓CVD 就顧名思義 它們不需要偷偷偷偷 它就直接通過反應器 反應器偷進去之後呢 就讓它自己在表面移動 並且產生化學反應 形成活摸 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東西我沒有見過 LBCD就是要在一壓兩邊的操作 一般都在0.1Tall到1Tall之下 那LBCD的樣子 基本上跟我們的爐管長得很像 都是一個LACE製程 都是長跟大爐管製程的 那所以LBCD它的具體材料 在我加熱製程的時候我們介紹過 整個高溫爐的配置 跟CVD模一樣 上面在於什麼呢 LBCD多了一個真通反應通知反應器而已 其他的什麼加熱線圈啊 NPC啊 然後呢 那個氣流的封印啊 都一股一樣 都跟加熱製程很一樣 差不多在於它多了一個搶體壓力的控制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傳統版LBCD就是一個爐管派 那前面講過爐管會分為三區 靠近什麼呢 一個是靠近外界的區域 一個是靠近汽流衝進來的區域 還有一個就是中間的區域 那基本上是三段的希望會都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 越靠近管口 管口方面就是室溫 所以越靠近管口的地方的溫度就越低一點 那越靠近管位 管位是氣體通進來的這個地方 而氣體通進來的時候 氣體通進來的時候 氣體都是室溫 一般氣體不會是加熱製程 一般就是一般室溫的鋼皮 儲存氣體 所以氣體通進來的時候 氣體是室溫 通進高溫度裡面的時候呢 氣體通進來的時候 這就會讓這裡有溫度降低 所以氣體通進來的地方 溫度也會比較低一點 那如果希望就放在這個那個 經理就會希望放在不管的正中央 這溫度恒溫的地方 能夠核溫均勻 或者均勻的溫度 就像均勻均也可以 那一般有力氣體的操作溫度 一般都高於650度 不過要看你成績什麼東西 如果你成績的是 非晶系可能550度而已 成績要多晶系那就是 你要620到650 那如果你要成績的是 二氧化氣 那你要700度以上 那氮化氣可能要700度到800度以上 所以根據你需要的化學反應所 需要的熱能和不同 你的化學反應所能量 越高的溫度就會越高 所以LVCD一般的溫度 基本上都高於550度以上 至少550度以上 很少看到550度以下的LVCD 至少都在550度以上 但是電降壓在300度以下 電降壓在300度以下 兩者差很多 兩者差很多 因為LVCD都高於650度以上 因為LVCD都高於650度以上 大概都至少560度以上 所以呢 它的區域點是什麼 一旦你有金屬成績之後 就可以在LVCD裡面 因為我前面講過 我們辦公室裡面採用的金屬是什麼呢 早期是鋁 後來變成了碳 污 之類的 你溫度運到就會影響到什麼呢 前面金屬的主持 比如說 或是貝德 我們在加熱製程都有講過 加熱製程有退火 有金屬化製程 譬如說它製程是什麼呢 我們前面也有介紹過 利用碳的細 利用溫度把結成一個合徑 或是你也能細形成一個 你也能細合徑 可是如果你帶給它高溫 它這個金屬細挖部的 原子結構改變 就造成組織變差 你原件特性就會不好 所以呢 基本上一帶有金屬層之後 後面的溫度 盡量都不能夠超過460度 一帶有金屬上去之後 我們就有後段製程的要求 一帶有金屬上去之後 我們就稱之為後段製程 這是在早期的分別 早期分別 都是被整個進貼度的製造過程中 製作電晶機 這段步驟叫做前段製程 電晶機製作完之後 開始要給金屬了 要做金屬擋線連接線 或是金屬接觸的 之後的步驟 我們就稱之為後段製程 所以 金屬化製程 在早期我們就認定 什麼叫前段 什麼叫後段 一旦開始碰到金屬層 就叫做後段製程 在他就碰到金屬之前 就叫前段製程 前段製程 就不會有金屬感 或是金屬不然 前段製程 就只有 阿薩 Nitra Silicon 這種材料 沒有任何金屬材料 都是穩定 任何一些很好的 半導力材料 跟巨人層材料 但是 金屬的熱門製程 就夠好 你還用高分製程的話 金屬可能會融進 可能會破散 可能會改變 他的貼金屬材料 他的貼金屬材料 改變 那貼金屬材料 就會改變 所以一般人員 有信心 第一次不用在前段製程 不用在後段製程 好 我們這邊先修行一下 好